继续开会 这一节请刘议员德林总咨询 时间四处分 待会我点到哪一个局 就哪个局的局处长 这个就要起立 那另外我采计问计答 请各位局处首长 在刘德林议员交到您的名字 就请起立并计问计答 我要开始播放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慕你的美丽 嘉义或珍惜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 虔诚的灵魂 当你老了 我相信刚刚看到这一段的我们所有市政府的团队 内心里面应该都有很大的一个感触 我也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家庭的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我也相信都是非常慈祥 也非常非常的伟大 那我在想说 未来长照 是我们大家要面对的 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在这边看到 现在我们从一百年开始 我们的全高雄市的我们的老人的年这个年龄 从二十九万到一百零四年年底 在这五年当中已经成长到三十四万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县市合并 这个一百零四年六十五岁的成长五万四千个人以上 台湾的人口老化指数 老化指数从一百零四年的年底 老化的指数为八十五点七七零趴 较全世界三十点七七趴 非常高 尤其在开发中的国家 二十点六九趴 更要高 所以说长照是我们这个现在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 对于长照二点零 也在宣誓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所以说在这上面 我也要请教财政局局长 财政局局长 这个长照二点零 我们林权这个院长提到 长照二点零要以我们的遗产税跟我们的正与税加百分之变成原本百分之十现在变成百分之二十 本期曾经关心在这个议题上面 也就是今天政府 来实施我们二点零长照的计划里面 如果说指未来 在这个我们的遗产税跟我们的正与税这边 原本在今年我们长期以来 在今年去年是编九亿多 那今年是十亿 那我们在一百零四年的时候我们的税入决算是十一亿 所以说如果说未来一旦框架在到了这个我们遗产税的部分 把我们这个遗产税长期中央的这个配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配到我们高雄市的这个十亿如果框架为我们所谓的长照的一个指定预算里面这个样子来讲我们将必须少了十亿啊 这个十亿当中又让我们呈现出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要在这边讲的每一次中央的一个主体的政策不能用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一个心态再加注在我们地方身上 那我们来讲的话请问局长我们遗产税属于是哪里是中央税还是地方税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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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分10亿 在台中市收30亿 那就分15亿 各县市算的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 如果说今天在这上面来讲 林权院长如果指定在这上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财政上面 如果少了这个10亿 我们的整个的税入跟税出 将是让我们高公市能够 这个我跟刘一言说明 依据行政院的这个草案 财政部的草案 它是指增加的部分作为长造财源 就是原来的部分还是保障地方政府的 也就是说现在从10%调整到20% 原来10%的部分还是分五成给我们 调整的那个10%才是归长造财源 是这样的 调整到这个%数 我们来讲的话 它原本保留的50% 你身为财政局局长 在这个财源的收入当中 你必须要表达 再跟中央表达 你们如果说要用长造 是在他所分配的那50%来支应 而不是让我们地方去来承受他所谓的 给我们地方这5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留言这种建议 其实我们地方政府也有其他的地方政府有反应 但是行政院讲得很清楚 他你原来的财源并不变的 他要为了长造才增加这10% 他的目的是这样 好 局长我在这边 对于整个财政的税入 我再给你做一个提醒 我们希望这个长造能够办得好 可是不能这个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这个是决定不能接受的 你请坐 在这个长造来讲的话 既然总统已经宣誓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长造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那我再请教卫生局局长 卫生局局长 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了这个长造 由卫生局来做一个这个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我们分成 我们所有的局各局 做一个推动小组的组成 一个推动小组的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我在想这个推动小组在场 我们哪些局是属于推动小组的 请起立 推动小组的成员 不只这些吧 交通局 主计处 再请教一下 再请教一下 既然我们组成这个组织 对于这个组织 我们也希望 市府当然市长是召集人 副市长是副召集人 由我们卫生局局长来做一个承办 然后统合合众连横 来对于各局的一个协调 可是在这个协调当中 我请问一下 除了卫生局跟社会局以外 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长照2.0 有哪一个局能够了解长照2.0 里面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 知道的请举手 这个是劳工局吗 请讲 劳工局 跟议员说明 这边 跟议员说明 就是长照2.0 它是主要扩大了服务的对象 跟扩大了服务的项目 还有把那个设了ABC三个点 扩大了服务的点 好很好 刚刚那个举手是哪个局 我们明镇局局长 你也当过社会局局长 请讲 就如同刚还有我们劳工局局长所提的 那未来我们在ABC三个点 我们将会有不同的分层的负责 然后让我们的长辈 他其实有共食共餐 还有各种层级 那当他需要到长期卧病在床的时候 我们也有比较长期照护的系统 然后进行这个服务 局长在你的任务的时候 是长照10年计划 也就是1.0 现在我们来讲提升版是2.0 好请坐 局长 费申局局长 局长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合众连横跨局处的一个协调 我们也当然 这个刚刚所提出来这几个局 我们也希望 你们都是这个推动小组的成员 对于这个2.0的精神 跟2.0的实质的内涵 我在这边要对于我们市府团队 要对于你们的一个未来的推动 要整个真正能够到做到组织的一个 合众连横跨局处的一个协商 能够协助为这个我们真正的一个主推手 虽然是我们卫生局局长 您在你的业务里面也有五千四千五百万的预算 尤其在这个预算当中 你也办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也希望在这整个的一个承办当中 你要发挥最大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功能 我在这边再来对你的一个期许 请坐 我们长照的现在的服务的对象 我们在这一次从1.0跳到2.0 我们把原有的给他这个对象 我们给他扩大 如果当时没有列入的 我们也给他补上去 对于五十岁以上的失智民众 我们这次也纳入 对于我们平地原住民 当初是三地原住民 现在在五十五岁以上的平地原住民 我们也把他纳入了 尤其在四十九岁以下身心障碍 以前是没有办法的 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身心障碍全部纳入 只要是有领友身心障碍的手册 都能够在这个长照里面 能够享有他的里面的一些照顾的相似 那六十五岁以上的我们来讲衰弱者 应该来讲 现在这个衰弱者 逐渐在增加 另外在长照1.0 走过了十年 对于国内的长照服务员 仅有三万多名 那四十五岁以下的 仅有二十六趴 在人力成长的缓慢 而且面临老化 现在已经面对的是什么 面对的是中高龄 要来服务我们的高龄的 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这个现象 我也希望在这个现象当下 我们各局处都能够了解 在我们长照2.0的这个进度里面 当时这个以长照2.0 我在想如果拿出长照2.0 让这个整个民众了解长照2.0 真的是还不容易 所以说我问了这个社会局给了我懒人包 在这懒人包当中 我也看到就是把1.0的这个原本的八项服务的项目 增加到17项 也是增加了增列了9项 变成现在的2.0为17项的一个增加的一个项目 那另外增加的项目里面 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长期行政单位 对于各单位跟个人的跟这个残障 或者我们中低收入或者低收入的一个这个补助 这个都是有常态的 那这上面我们不要再去对于这上面来做一个重复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 所以说长照的2.0最重要的精神 他有分ABC区 在ABC区来讲的话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局在推动的问题 我认为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很大 那不管是各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推动 包含在B级我们要这个有89个 各我们所有的一个国中的一个学区里面 都要有一处我们的一个服务中心 这个样子来整合 那我们来讲在A区的话 那我们有每一个区 就是我们有行政区有38个区 每一个区都要成立一个服务的中心 那这在上面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灵魂就是在西级 社会局局长 局长 刚刚我也陈述到了 这个灵魂就在这个西级 巷弹这个照顾站 也是这个长照站 这个长照站里面我们现在全高雄市 如果要设这个长照站要有多少 按照卫福部给我们的标准 我们未来三个里要设置一处的话 要297处 要297处 我们现有的高雄刚是有多少处 我们现有的有的数据是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但是这社区关怀照顾据点跟中央期望的这个长 那个相当长照站的规模跟服务项目 不没有完全吻合 但是我们目前的关怀站是217个中心 所以要先upgrade他们 找人关怀照顾协会 这些照顾协会 跟我现在讲的长照 长照里面的主体的内涵 我们是什么 一个长照点 长照站它里面要配备什么 您是说那个C嘛 第一我们这个部分会有健康促进 共食或是送餐 然后人员呢 人员一个照顾照顾员还是两个 还是至少一个至少一个 而且中央会补助 中央是会补助 中央讲你这个里面的办法规定是三个 不是一个局长 你一个照顾员两个实习照顾员是三个 怎么最少一个 你这实际上就是三个嘛 你三个里 license的这个部分 你三个里成立一个 另外两个还要搭配志工 对不对 搭配另外两个是实习照顾员嘛 那等于说三个里成为成一个 一个这个长照站 对啊 那我们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现有的我们的长照站是有多少 我不要问你老人关怀照顾协会 照顾的一个据点 您所谓长照站 您所谓长照站 您又它下分类非常多种 简单讲长照站现在有设置多少 我们现在长照站有分A跟B跟C 我现在跟你主体讨论的就是C C才是今天这个2.0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项路 第一就是217个是我们高雄现在有的基础 但是因为中央希望它的功能要再提升 开放的天数也要再增加 我是问你长照站 你讲的是关怀照顾协会叫据点 对不对 跟这个长照站不一样 我们符合符合 你针对的问题答复嘛 到底你现在长照站设置了多少个了吗 我们都还在辅导当中 还在辅导当中 等于说是现在是零嘛 不会吧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但是它都有部分条件符合 有些是天数符合 有些是服务项目符合 好 那我再请教你 现在来讲的话 以今年我们高雄市在示范当中 最重要的在示范点 是我们凤山区嘛 也非常有幸在凤山区 好我就单单问你 凤山区有就几个里 凤山区有76个里 76个里 如果说要成为长照站 我们要有多少个长这个照顾员 我们现在这边需要设至少三个 我们现在需要至少设三个点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这个计划里面的内涵里面 是三个里有一个站嘛 那你怎么会只有三个站呢 三个点呢 那你必须现在来讲76个里里面除以三嘛 等于说是有25个站要在凤山嘛 对不起 因为我刚刚答复错误了啊 答非所问嘛 对 抱歉 抱歉 那个 那另外你这个时间有限 另外这三个点里面 这个三个人里面 一个照顾员 两个实习照顾员 在这上面怎么样发挥最大的一个功能嘛 你这才是你今天长照站里面最大的就是巷弄长照站 实质上面来讲的话 怎么样在这个这个三个里 这三个这个照顾员去协助我们的实质老人 我们的家家庭的这个复健各项的一个工作嘛 这才是最重要的成功与否的灵魂嘛 那你在这上面你 我在问到你好像都还没有进入实质的状况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中央一直在跟我们对的是 我们这次的在凤山的事办计划 我们凤山的计划目前是三个 那个我们现在目前凤山的计划是 一个一个整合型的中心 然后四个复合型的中心跟六个巷弄长照站 如果说这个这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说局长你这样子答复支支啊啊的 我是认为说这个总统宣示的 到底我们高雄准备好 我刚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组织 推动组织相对的还蛮有一些概念 而反而你现在的灵魂人物 你的概念反而没有那么大 你说未来要要做主体的推动成功 在这上面你的比例占很大 你也是一个灵魂的一个角色 可是你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有幸在这一年来在凤山来做一个示范区 在这个示范区当下里面 那当然第一点我要请教你的 我们除了这个人员以外 我们当然在第一个想想讲的就是说 在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老人家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老化 跟希望我们在这个益住之后希望他能够缓慢的老化 在这上面来讲来玄接 不要在这上面来协助他 让他的整个的一个功能 他的整个健康的一个功能 不要是一下就跳到我们失智或者失能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个重要的精神 我请教你 你这未来你对于这上面的一个期程 是多少的期程能够达到我们讲的 刚刚讲的这个长照站的一个预期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点的设置 一个是人力的培训 那一个是专业团队的一个赔力 然后相关预算 我们也要需要跟中央做申请 做争取 所以说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基本的 这次中央对于长照2.0补助我们多少 12亿多 那我们总预算是多少在这上面 社会局是14亿多 14亿加我们 加上卫生局总共15亿多 4500万差不多将近15亿嘛 那我们自己差不多配属在 将近快3亿左右 2亿多 2亿多再加上卫生局的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上面 我们希望在这个实施之后 我们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老人家在我们的实施之后 马上会急速的会增加 因为你要下去到各长照站 他就会增加 增加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人力跟我们的经费的来源怎么样 现在经费 我们 明年度的我们是都已经编列了 然后也都在省预算当中 那中央已经允诺第一年 大家为什么跟你说在个人力的配置上面 就是因为这个经费的一个主体的一个 没有办法在资源的配合之下 所以说在这上面我才要特别请教你 人力跟资源 人力的部分 我们现在还需要再训练 差不多三千多到四千的照顾人力 现在马上就要上路了 你现在还给我讲 要增加要培训 我们增加了四千多 我们今年已经训练了一千多了 然后明年我们预计 还有一千多的名额都已经 课程都开好了 而且今年单单高雄 高雄的境内的学校 有相关科系的学生毕业 大概有七百多位 所以我们算起来 觉得我们在争取其他学校 进来的毕业生 跟其他县市的工作人力进来 我们会努力朝这个方向 我在问话的时候 我看你很紧张 不要紧张 听到我的话 来做一个我们的回答 我也希望说在这上面 我们凸显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人力跟经费的架构 都不足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 那再另外一点 我再请教你 我在这上面 针对了我们的人力 跟我们的资源 还有我们配属的点 我希望你要加强 今天来讲 这个2.0能不能成功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我们的长照站 因为我们的巷弄 讲到巷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巷子里面 我们希望原本的老人家 在整个资讯不了解 我们的巷弄都能够 把他们对于他们实质 落实到照顾到他们 所以说巷弄战非常的重要 在这上面 我希望你能够加强 再加强 好不好 在短期间 不要跟我讲说 现在人员都还没有训练 在短期间 就能够 训练了 就可以上路了 我们要增加4000多位 今年已经完成了1000多位 我们现在就借由这1000多位 在我们凤山示范的时候 先把它做一个 我们示范的单位 哪里好 我们这个跟进 哪里不好 我们再做一个检讨 这部分你要给我处理好 好不好 那另外 那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我们的巷弄站里面 已经没有办法 做我们的一些重 这个重镇 跟这个失能的 已经没有办法 做治理的部分 又分为两个点 那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护理之家 第二点 就是我们的安养机构 那我们来讲的话 重镇应该都在护理之家 那个一般的 我们还可以 做一般的一些动作的 有些动作可以治理的 可以安置在机构 我在想 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大家关心2.0 对于长期以来 对我们高中市市民 沉痛的一个负担 是在哪里 我告诉你 这个负担就是在 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护理之家 我请教我们 这个社会局 我们现有的护理之家里面 我们有安置了多少 护理之家 等一下我这边说 我们卫生局局长表达 护理之家是属于 卫生局目前的业务 那我们现在目前 占传率大概是80% 所以月月大概是 4000位 不到4000位 局长 这个部分来讲 你不要翻了 我告诉你了 3500 那我们实际 现在要等待排队的 是还有将近 16001700左右 所以说在这上面 来讲的话 局长你知不知道 现在来讲 低收入户 如果遇到这个 护理之家 我们一个月 补助多少 局长 补助多少 我们护理之家 按照他的失能程度 还有他的经济状况 低收入户 最高的补助到 2万1 对2万1 最高是2万1 没错 对不对 那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我要凸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2万1的当下里面 低收入户 他本身就已经 被列入低收入户 在整个经济状况 他要住 这个护理之家 他的这个必须要面对 是3万块钱 应该是起跳的 那个卫生局局长 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通常 在护理之家里面 除了他基本的一个 住宿费用之外 因为他刚刚议员 有提到重症的部分 因为他还需要 其他的照顾 那其他照顾的费用 包括是尿布 或是患鼻胃管 打烂管 那再加上去 他包括一些营养品的话 的确是有需要到 将近3万块的一个需要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我刚刚凸显出来 这个安养的机构跟护理之家 我们高雄市有五千多户的 五千多将近 五千两百多户的 这个我们的市民 必须要去承 这个承担这个每一个月 将近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的一个支出 让这些老人家在护理之家 这个是如此的这个沉重 这就是我今天来讲 借由2.0的一个 一个这个上路 我们在2.0里面 也是有规划我们护理之家 我们的这个护理之家 在护理之家 反而中央没有 没有编经费给我们 我们现在凸显的 就是在这上面 这上面 我们希望在这上面 那个卫生局也好 我们社会局也好 对于这上面的 一定要向中央来表达 让我们刚是这一些 被承担的这些 所有的住户都能够解除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今天要凸显的一个问题 好两位请坐 我们刚刚是大家长 我们市长 刚刚你也听到 我们这一路走下来 我们总统宣誓要 今天这个我们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可是在这个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又中央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在这上面来讲 你主体的资源 你并没有下放这个足够 你让我们高雄市的 整个行政团队 怎么样市长 你怎么样带头领军打仗 你没有你后面来讲的话 最起码的一个 我们一个家庭 开门七件事嘛 对不对 财民有眼将出差嘛 你这个上面来讲 你不足你怎么完成 2.0的最重要的精神呢 请市长答复 谢谢刘一言 整个长照2.0 这当然是中央 对于整个人口老化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 那现在我想整个卫福部也好 包括另外一页政务委员 再整合所有的资源 也到各县市 跟大家做了很多的沟通 所以才会有ABC起 那我觉得说现在中央 给各县市的资源 那以我们现在要长期的发展还是不足 但是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 现在一开始高雄市 我们也有很多 譬如我们西级的部分 我们也有很多在西级的部分 没有达到中央2.0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这个中间还有很多需要加强 市长我的认为认知就是在 今天来讲 您身为大家长 在资源的一个分布 是没有办法 如果说刚才我跟卫生局 跟我们的社会局的对话 你应该很清楚 我希望在这个困难当中 你要跟中央来再一次的争取 你这个我会努力 你蔡英文总统不能 只是喊口号要实质落实 你是执行者 你在县里面的执行者 你才是真正的带兵官 对不对 你带兵官没有没有十足的经费 你怎么打 没有办法 不要说大家喊口号 我希望是落实 我希望市长在这上面 我凸显的问题 希望市长 谢谢 到中央反映 把经费要回来 让我们整个的推动小组 能够完成 真正受惠在我们高雄市市民 的一个身上 这是我今天 在这边咨询的最重要的 一个表达 让我们经过我的质询跟表达 我希望这个中央跟地方市长 更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好不好 你请坐 谢谢 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我们长期来讲说 我们长照的这个政策 真的跟不上人口老化 好 把这个影带放一下 那是屏东的胜利新春 那是青岛街 我们长期的眷恋 隔着半聪明门连 嘴里说的云言 完全没有欺骗 固定灰色瓦片 安静的画面 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 天的你觉得我不切实际 想多么简单 就多么简单 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 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 我只为你清醒 不知道这边有开几个 但是我感觉难道找不到 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 现在的以住代户 想多么简单 就多么简单 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我们请此则副市长 副市长 这个你曾经 你就是在这一天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以住代户啊 这一天啊 我们市长跟市政府宣布你为副市长 就是这一天啊 我牢牢记到你要想到这一天的日子 就是办这个活动这一天 那我在想说刚刚 我们看到了屏东的以住代户 他的整个活化 跟他的新的 他旧有的眷村的文化 再注入到新的文化 来产生的一个活化 这上面来讲 我们从一百年 在我们市长拍板定案 的一个黄埔新村 那个时候我我非常非常 这个针对了市长的这个 对于眷村的文化的保留 下了很大的决心 在当时你晓得吗 在高中县的时候 我们两个地方 同时进入专家学者去评估 我当时是建议 说黄埔新村 拿过去做这个评比 结果地方要把这个 县政府要把明德班 要把放进去两岸并城 所以说我认为黄埔新村的 历史文化人文 比现有的 我们当时所讲的明德班 因为他是古迹 他已经被匡列古迹 我一直在高线的时候 要争取这个 都没有争取到 而在县制合并 我们在跟市长表达的时候 市长拍板定案 黄埔新村 在他有保留的 实质的历史文化的价值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 这个市长的一个 对于眷村文化的一个关心 跟他的宏观 我们对不对 大家有目共睹 在有目共睹的情况之下 从一百年到现在 这个副作 副市长 你看看人家屏东的多么活化 他是今天来讲 我们如果说两个县市比起来 我们是不是跟人家比 差别好大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刘一言 我想没有错了 黄埔新村在原本 这个县市合并之前 他并不是高雄县 在政策上要进行保留的地方 那是在一百年之后 透过大家的这个 这个吉利的这个 这个吉乎嘛 那我们事实上才动用了这个文化景观的这样的方式 来把它确定保留下来 那事实上从一百年至今啦 事实上前几年当然住户还没有迁移嘛 大家也知道 简单回答时间有限 事实上我们也进行了以住待户的这个制度 那事实上 这个局长我直接直接了断讲 对以住待户 把这个部分做一个 引进这个我们的艺术人 艺术人才 你应该有 你是一个主导的一个议题下 你的精神在哪里 你失去了精神 你只有看到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我们把它做了个样板 给它整修了一户两户 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 我们要它的精神 我们要它的整个的历史的背景 人文来结合 才能够往前推啊 可是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只有几间 做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整修 可是我们不能够这个 看到这个我们很心痛 你再转过来说 是这个副作 你说你当局长的时候 你没有用心吗 那我也对你说交代不过去 我认为你也是 从这个跟军方协调 到一路走过来 可是这个脚步太缓慢了 你没有把一个主体的一个规划 跟计划 来做一个推动的一个力道 那怎么样 对于黄埔新村 未来要怎么样做 这才是实质的 五年了 六年了 副作 我们未来怎么样 来加注这个力道 我希望你能够 借由这上面 来做一个省思 那个我们文化局局长 尹局长 局长在这上面 你是新来的局长 差不多还不有两个月 我希望未来 你怎么样赋予黄埔新村 这个眷村的一个灵魂 它的一个主体的规划 跟我们要怎么样 让它活化 来展现出来 这个眷村文化的保存的 实质的一个主体的意义 我相信 你在这个博二的一个参与当中 你非常有经验 我也对于你的整个的 也非常的一个 这个对你非常敬重 我希望未来 希望我刚刚所讲的 能够做一个 有效率的规划 我们迎头赶上 我们不能怎么这个落后在 我们这个屏东 屏东市呢 我们要加紧脚步 好不好 那你到时候把这个计划 做出来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 请坐 那我们现在来讲 提到这个日本 这个海军 我们讲的明德班 那明德班 他又分了三个 三个历史的 历令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 是无线电通信所的时间 在日本二次世界大战 的这个三大通信之一 第二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凤山招待所 也就是当时的 白色恐怖的一个时期 监禁审讯逮捕思想犯的 一个政治犯 那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明德班 对于我们军中的 尤其海军的顽劣分子 在现役的送到这里 来做一个管训 那现今已经 这个都发局 已经规划为 古迹的公园的预定地 在这个陈述当中 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古迹在这边 还是古迹 那个副市长 请教你 从县市合并的时候 本席第一个 就把你请到 这个明德班 来对于未来明德班的 规划跟活化 我对你的请教 你当时答复本席就说 哎 议员啊 这部分来讲 这是军方的土地啊 如果说你叫我们市长 我们市政府来编 编的预算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土地啊 跟军方来谈 谈完了之后 属于高雄市政府的时候 我们市政府的经费 才能够溢注啊 我们从那个时候 开始一直努力 努力到现在 那我来讲 我那天问到 这个我们 独发局局长 我说现在我们的 容积力移转 你们现在文化局 也编了经费 做这个移转的动作 我们容积力移转的 容积力移转的 跟军方换土地的 这部分 他说要 我要什么时候 才能够完成 他说要等到 重化完成之后 我们才能够计算 我们的容积力 我一想 在这上面 时间实在耗得太久 太久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 我一直针对了这个 尤其又看到了 我们黄埔新村 黄埔新村 这个副市长 我们的经费 从哪里来 跟议员报告 我们这几年的经费 事实上都是 市政府的经费 那接下来 我们会有 文化部经费的义注 我们黄埔新村 就是拿市政府的经费 所以说我们 这个明德班的经费 你一直给我在 观念上的强调 说这个部分 是军方的土地 我们的经费有限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 你并没有 主体的一个 每一年度的预算 包含106年的预算里面 你也并没有 把他 市政府也并没有 把他框落上去 让我感觉到 这上面 如果说我们再不强烈的表达 这上面来讲 对我们这个整个古迹 是不对的 今天来一个 我们这个 这个古迹 观光 休闲 教育 历史文化 这是要活化的 这是要去推动的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果子不前 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刚才为什么 强调黄埔新村的经费 所以说你当时给我讲的 这个部分 明德班子是军方的土地 我们的钱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们找到 真的是蛮可怜的走过来 我们找到养工处 我们那个赵处长 赵处长那个时候 我们三个人协调 我们希望 我们那个时候 还没有 没有电 那个是拜托养工处 我们三个人协调 请养工处 拜托我们 养工处来帮我们 把这个电设置完成 跟里面的道路 坑坑巴巴的给他铺设 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养工处在这上面 也协助了我们 而我们今天 这个文化局 实在是在经费上面 你看了你的预算书里面 并没有匡列这些 所以说我在想 从黄埔新村 延伸到明德班 我相信市长并不是 那种没有宏观性 对于这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军方的土地上面 那现有的已经达成一个实质的一个同意 我想市长不会 不会另于这个经费的 我在想这个脚步不能停顿 都是要往前走的 这个副市长 我希望在这上面 你们你身为副市长 能够结合文化局 我们这个公务局 公务局局长 在这个都发局的时候 不是在这个养工处的时候 得到很多的金子奖 这他的这个对于整个的一个 这个美化跟绿化 他也是专业 那我们观光局来结合 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 还有文化局 达到这个主体的一个成效 就是副市长 请您做一个领导者 然后来协调 把我们明德班 未来的能够活化 在这上面来讲 这个公务局局长 我们副市长你看 这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需要活化的 都是需要 都是需要这个美化的 怎么样打造更美丽 另外这个教室 我们有整修过两间教室 这个教室怎么样 让我们的社团来利用 对于这个文化的一个发展 跟整个的未来 都要有这个起步 我在想说大家知道 活化园区对不对 这个社团使用 美化我们的这个环境 民众 休闲的空间 建设周遭的这个设施 营造热门的一个景点 无论卷宗文化跟古迹 还有这个人文历史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你们去想 那推动观光 我们这个观光局局长 我那天有邀请你到 明德班去参观 我也希望你怎么样做一个观光 对于明德班未来的观光 去打造新的亮点 所以说我在这边 我期许 我期许 文化的发展不能光靠古迹的保留 这个发展建设的推广 才是真正以守为公的最好方法 以公为守的最好方法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正道 副市长我在这边建议 待会我会请市长答复 这个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纵连横 由你来做主导 请坐 那个市长 刚刚也提到 从我们这个黄埔新村排版定案 一直到现在 到我们现在我们明德班的这个古迹这上面 我相信市长不见得 市长的宏观应该在现有的一个基础之下 你能够市政府能够做到的 对一些一些活化的东西 以及周遭的一个美化的 这个一些工程都可以再推动 实质上的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古迹 当然我们要跟中央去争取经费 可是现在能够做的我们就应该能够结合来打造 打造更好的一个环境跟亮点 让我们市民看着为之一亮 这个我在想市长 谢谢刘亦言 我们黄埔新村已住代赋 那我会觉得看到屏东胜利新村 我觉得他们活化的 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好 那我会觉得我也会请市泽副市长到屏东 看他们这个部分 屏东县政府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概念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把它推动出去 我觉得我希望市泽副市长负责 包括未来我们的文化局 能不能让黄埔新村 能不能让它活化 包括我们的明德训练手这个部分 明德班 这个有很多的丰富的历史 不管这个历史曾经让我们觉得伤痛 但是也是重要 重要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过程 现在文化部在审核审查我们这个案子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会在跟文化部长 我会觉得说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 在很多民族发展的过程之中 我会觉得这个地方是要最好的保留 最好的保留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活化 能够开放 然后让大家知道 有很多先人的经验痛苦 我们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复 大家学到教训 然后一起努力往前走 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全力支持 我会要求史泽副市长 在跟文化部争取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继续跟文化部在这个部分 快马加鞭来处理 谢谢 我会认为在美化 我会认为在美化 对好 我会觉得四周 我去过那个地方 上次我想我会觉得说四周环境的整理美化 我们的文化局跟我们的养工单位 我们的公务单位是不是一起来协助 至少把四周环境更加干净 更加美化 让吸引一般的人 愿意作为这是一个大家共同游戏的空间 然后在这个中间才赋予它很多历史的意义 好吗 我们来做 谢谢 谢谢 谢谢刘德林议员 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 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 上会